当谈及印度时,有些人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将其欲脏,乱、穷等刻板印象联系起来。 然而,在某短视频平台上,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介绍印度美食的视频下充斥着没有强大的肠胃,都不敢挑战的评论。 事实上,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22的数据统计,中国虽然以14.266亿人口位列全球首位, 但印度的人口数量也紧随其后达到了14.121亿。 令人惊讶的是,尽管印度被视为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,但其癌症患者数量却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。 这一现象不禁让人产生疑问,为何印度癌症患者如此之少? 今天,与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,好端端的,为什么会患癌? 让我们一同探寻癌症的本质,癌症源于基因突变。 它的存在既与年龄增长,自然突变有关,也与外部环境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。 这些外部因素多重多样,既包括环境状况、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等, 也包括吸烟、环境污染等问题。 同时,我们不能忽视的是,癌症的发病还与遗传因素和病毒感染息息相关。 肺癌是吸烟的产物,烟草中的化学物质像是毒药, 使得肺部细胞发生变异,一步步走向癌病。 而饮食不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,摄入过量的高脂肪。 高热量的食物,以及缺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等不良饮食习惯无形中, 胃癌症的发生埋下了隐患。 环境污染同样不可小觑, 无论是空气中的有害物质,还是接触有毒化学品, 都可能增加患癌症的风险。 紫外线照射也是皮肤癌的一大推手, 长期暴露在阳光下, 黑色素瘤和磷状细胞癌等皮肤肿瘤便会悄然而至。 此外,遗传因素也不可忽视, 像乳腺癌、卵巢癌、节直肠癌等癌症都与遗传有一定关系, 甚至某些病毒感染也会导致患癌症的风险增加, 例如乙肝病毒、人乳头流病毒等, 这些原因都可能成为癌症发生的催化剂, 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要处处留心,防危度鉴。 同是人口大国, 印度患癌症人数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, 这四个原因揭露真相。 一、饮食习惯, 印度人素食为主, 而我国则以肉食为生活标准的惯常思维, 不少人贪图高油高糖高热量的美食, 却给身体代谢带来审重的负担, 多种疾病便随之而来。 相比之下, 印度人以素食为样, 饮食口味偏于清淡, 少有油腻食物的摄入, 因此他们的身体负担相对较轻, 而在我国, 许多人在生活中偏爱硬菜, 似乎无肉就不能承袭, 同时, 他们还对腌制食品以及冰箱中存放多日的剩菜剩饭情有独钟, 长期这样的饮食习惯极易诱发肥胖, 糖尿病, 高血压, 高血脂等慢性疾病, 这些疾病与癌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, 我们常说并从口入,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揭示了深咽体此极, 病远与离瘾癌食症的密保切齿连凉系好, 乐饮食习惯至关重要。 二, 抽烟喝酒, 吸烟和喝酒是公认的癌症高危因素, 会诱发肺癌和肝癌等多种癌症。 印度深受宗教的影响, 很多印度人都有宗教信仰, 认为吸烟和喝酒会亵渎宗教信仰, 印度也禁止在公共场合吸烟喝酒, 一旦发现会被处以罚款, 而且印度的香烟售价高昂, 一般人想要吸烟是按根来买, 而在我国拥有深厚的酒文化, 吸烟和喝酒的人群比例高。 三, 医疗和经济水平, 许多人固守成见, 深信印度的医疗水平卓越, 毕竟在《我是药神》这部影片中, 讲述了中国患者远赴印度购买仿制抗癌药物的经历, 然而现实远非电影所描绘的那样光彩, 在印度许多抗癌药物未经专利授权, 印度对此进行仿制并贩卖至全球, 让正规制药公司束手无策, 这其中的原委值得深究。 印度仿制抗癌药物的行为,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, 这个国家由于贫穷和政府财政压力, 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, 而这种局面并非抗癌药特有, 印度对各类药物都进行仿制, 以减轻国民的经济负担。 印度的人均GDP仅为中国六分之一, 温饱问题尚且难以解决, 更误论提高医疗投入。 印度的种性制度导致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, 高种性人群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, 而占印度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却难以触及。 较于印度, 中国的医疗水平则更上一层楼, 体检的普及让癌症的发现率大大提高, 让国民的健康状况有了显著的提升。 据国家公布的统计公报, 2021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例达到6.5%, 显现出国家对医疗领域的重视。 截至2021年末,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超过103万个, 其中医院超过3.6万个,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超过97.7万个, 这一庞大的医疗网络为国民的健康保驾护航。 2021年,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到84.7亿, 比上年增长9.4%, 意味着居民平均每年前往医疗卫生机构就诊达到6次, 展示了中国医疗体系的繁忙与高效。 虽然我们国家的医疗体系仍需负担一部分费用, 但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, 情况已属相当优越。 以印度为例, 其医疗卫生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1%, 可谓天壤之别, 在此背景下, 印度的医疗水平与我国相比, 无疑存在一定差距。 4.人均寿命 据一家印度机构公布的数据, 2019年出生的印度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9.5岁, 女性为72岁, 然而新冠疫情让印度人均寿命缩短了2岁, 在2020年出生的印度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67.5岁, 女性为68.9岁, 而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2021年的一项研究预测, 印度人均预期寿命因为空气污染问题缩短了整整9年,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,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,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7.3岁, 然而, 年龄的增长就可能对癌症的发生和进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。